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慧玲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以约会社交平台骗信任 美国加密货币诈骗损失 逾56亿 联邦调查局FBI公布报告说 美国人2023年 因涉及加密货币的诈骗 而被骗走了56亿多美元 比2022年的损失 穿升了45% FBI说 诈骗分子经常通过约会软体 或社交媒体建立信任关系 然后才建议投资加密货币 FBI官员警告 若有现实生活中 素未谋面的人介绍投资机会时 应保持极度谨慎 加州7月 代售屋市场停留时间 较去年增加5天 代售房屋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长短 取决于许多因素 包括地点 季节 价格 状况和需求 对于卖家来说 时间的长短 会对最终的价格产生影响 根据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的数据 2024年7月 房屋上市天数 中位数为34天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5天 全美完成销售所需的平均天数 为24.7天 全美一千壳牌加油站将关闭 安装公共充电站 市要加油站宣布 计划在2025年关闭 一千多个加油站 该公司官方声明指出 此次关闭符合 Shell加油站将重点转向提供电动车充电和便利服务的目的 计划在明年安装7万个公共充电站 这项改变 德州可能会最先感受到影响 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开发团队将失去数百个工作机会 天河大赌场隆重呈现森森仙杜拉演唱会 北加州天河大赌场将在9月22日隆重呈现森森仙杜拉演唱会 把70年代香港电视黄金节目欢乐经销的欢乐情怀与回忆带给大家 森森仙杜拉演唱会是天河大赌场9月份为期三天周年纪念音乐会系列的压轴高潮 观众们将会在他们精彩的演出下留下难忘的回忆 有关详情请上网至天河大赌场官网查询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